加油 參賽選手秉習以待 聽到槍聲 賣力往前衝刺 這次全國國民中學班級大隊接力 錦標賽北區決賽現場 今年移師到新竹縣立體育場舉辦 一共有新竹縣市、台北市、新北市、宜蘭縣、基隆市、桃園縣 以及花蓮縣和金門縣九個縣市報名參加 人數直逼千人 邱縣長和教育部體育司長王俊全也到場 為選手加油打氣 場面相當熱鬧 加油 我們辦普及外運動最重要是讓小朋友玩 讓他享受運動的樂趣 那透過運動讓他養成終身愛好 旗號運動的習慣 班級的接力賽是要團隊的 第一棒跑得快 第三棒跑得慢 那就成績就不好 棒棒要搶棒 場上選手賣力奔跑 場邊啦啦隊加油聲不斷 比賽分成7、8、9年級 第三組進行20人團體接力賽 最後結果是由來自花蓮縣的玉東國中 同時拿下8、9年級的第一名 而青年級組冠軍 則是由台北市敦化國中拔得頭籌 邱縣長表示選手比賽不只低造佳績 藉由比賽希望學生培養團隊合作的默契與庭儀 群天賺